因為這次疫情的問題 台灣人因為負責上面的Republic of China 因為China要向國會說是由中國去的 包括有人在外南去給我掛出 包括有在歐洲流行的地方 也是去給我掛出 我要向國中提示 就是其實我們的法令 沒有規定我們的義民是用什麼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我規定英文的義民應該要用什麼 全世界本國的義援 牽給自己的國家跟他在國際上用英文的義民 不一樣的也很多 德國全世界用Germany 但是沒有去這間市 用他在本國的義援叫做Deutschland 另外包括荷蘭也一樣 他的中文的義民不是什麼尼德蘭 他叫荷蘭 這些例子 其實他本國的義援 牽給他的國家 跟在國際上通用的名字 不一樣的 我知道外交部 現在都在推薦 包括我們的Facebook Twitter 頂端 頂端都用台灣為主 我願望說 我們正式的文書也可以開始思考 因為我們的義民沒有法令的規定 你用台灣 不用再用中華民國台灣 把Republic China放進去 還要跟我們解釋說 但是這個China不是那個China 那都是假部的 假了假 願望說外交部可以研究一下 好 謝謝 委員 在美國裡面有一些政府的官方的文件 開始用國家來選給台灣 包括像印太的戰力補給裡面 所以說我認為 部長你應該要開始想一個事情 就是說 其實本身美國跟我們沒有幫助 但是他的法案是說要保護台灣 鞏固我們現在的幫助國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斬除 在一個時候可以拿廣告 我們願望說 推薦台灣跟美國建構 這應該很重要 是相信我 所以對美國 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我下很多力量 我想要讓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越來越好